Hello大家好,我是三哥,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上一个影片我们说到了赌廊的由来 想知道的话可以看回上一个影片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故事 主局刚开始,莫和韦就走出房间 他们的位置现在是在第五层楼 但是电梯已经用不了了 刚才来的时候还有电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走楼梯了 韦看了楼梯想说快点下去 因为上面太黑了 差不多一分钟了 叶行就问打算派人去追吗 老伯很淡定的说 我们的赌局是有既定的顺序 叶行初次来到难怪会不知道 毕竟花那么多时间准备 一下子玩完的话就太没兴趣了 老伯似乎很享受这个游戏 这时莫选择走上面的楼梯 因为他闻到下楼的道路很臭 是丝臭味 下楼的楼梯装了机关 只要脚一去脚就没了 老伯却说你们是正确的 也是不正确 因为等着他们的事绝望 这时莫背着墨上天台 因为墨是体能白痴 可是想从天台跳下去 不行 因为太高了 这时墨就对尾说不用担心 为怕的发抖 因为他也知道现在不是闹之丸的 可是他听了墨的那番话 他就放心了 他觉得自己不可能被杀 他们是不可能有枪的 我一想说墨有什么计划 墨就叫尾跨过栏杆 跳下去 这时天台的门慢慢打开 里面有人在躲着 然后一把枪伸出来 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走出来了 这时老伯兴奋到极点 终于上前菜了 要慢慢执摸他们 首先要听到他们的惨叫声 哈哈哈哈 我没说只有一个人追他们 我没犯规 叶行也不打算说什么 因为是双方决定的规则 叶行却说 你这样 自乎浪赛太多了 恐怕赌局无法进行 老伯生气了 废话少说 不许妨碍我 那么叶行就道歉 但这样下去 你肯定会被打败 被释皇者 老伯就笑着说 我不知道你对那个小只的评价很高 他是有名的赌徒吗 哎呀 不是那个问题 我的手下全副武装 他们却手无寸铁 你说是赌数高超的问题吗 叶行却想 愚昧 所谓的赌博 不是指赌场的赌钱 对生物来说 生存就是胜利 生存本身就胜利 人生就是一场不停的赌博 也就是说 全部都是赌博 那位杀手 看不见猎物 他们藏在哪里 但是杀手却知道尾 躲在上面 然后向后面开了一枪 被杀手识破了 通常会躲在杀手的盲点 很容易就猜到了 你们有两个选择 分别是从上面冲出来 然后躲门而出 只要你们同时出来 就可能逃走 试试看吧 杀手想诱导他们去开门 因为门很重 不可能快速打开 这时杀手慢慢向后走 再走多几步 就会看到没了 这时默想用一千万收买杀手 可是钱不能满足 杀手狩猎人类的欲望 原来老伯曾经是个佣兵 他专找那些受不住杀人 优惑的白痴 而老伯父子指挥 因为老伯已经是一个杀人无数的变态 已经懒得自己动手了 现在是享受 只会士兵杀虐的变态老头 杀手想顺着默的意识 假装要钱 大手说 不如你先把钱抛出来 我不会开枪 你们就趁我确认钱的时候离开 杀手不认为默会上当 所以杀手为了避免默躲起来 而退到栏杆后面 默这时说 你欺骗我吗 为什么举字枪退到后面去 杀手大喊 正蠢才 居然真的出来了 再躲也没用了 首先干掉你的双腿 这时 有一双手从栏杆伸处捉住杀手的脚 然后用力一拉 把杀手的蛋蛋都撞爆了 原来默早就计划好 较为躲在屋檐上面 再引诱杀手去栏杆 杀手完全被看穿了 默只是向地上开了一枪 现在默得到手枪了 这时 在房间的老婆 听到默拿到手枪了 感到很惊讶 叶行就笑了 手无寸铁 赢了全副武装 好 那么故事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可以订阅加关注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